好 那我們總計是351例 好 那有4例境外移入 所以 我們在本土有274例 73例 校正回歸 那整個在這裡面 我們有新增15個死亡的個案 那根據我們整體的一個專業的一個報告 就是到5月30號 好 我們的現在的RT值是1.02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範圍在前進 雖說陳時中聲稱 島內疫情正在朝可控方向演進 但是台灣民眾仍是憂心忡忡 日前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呼籲島內民間企業愛心人士等 共同合作購買疫苗 鴻海集團創始人郭台銘主導的永齡基金會也率先表示 正準備計劃有意提出申請 鴻海集團也樂觀其成 同為代工大廠的廣達英業達也申請了意願 半導體大廠台積電也表示了解中 足見台灣社會各界對疫苗需求之迫切 然而民進黨當局的態度三天三變遭到島內其生踏法 時間撥回到5月27號 佛光山發文給台積管單位表示 要捐贈50萬劑強生新冠疫苗 隔天指揮中心公布8大流程 但是到了5月29號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卻改口稱 疫苗輸入要由民進黨當局和疫苗生產商 原廠來簽約 採購 郭台銘也於當天指出 永齡基金會將委託合格廠商向民進黨提出 採購500萬劑德國 BNT新冠疫苗申請 5月30號 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改口感谢民間 但表示 總要知道外購的疫苗有沒有授權 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張端函當天也表示 當局各相關單位一直全力加速推動外購疫苗到貨7成 也希望與民間共同努力 讓疫苗供給更為穩定 蔡辦再強調沒有刁難民間 有辦法去找到疫苗 讓我非常感謝也表示歡迎 並不會去刻意阻擋誰 或是有任何門檻 有沒有刁難 人民心裡的感受是最清楚的 請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刁難 為什麼要拒絕 這一些國際認證 的疫苗 請你